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激战震撼,由于中国队在亚洲实力超群,所以中国队犹如金牌收割机般狂烂冠军,虽然亚运会与奥运会相比水平有一定差距, 但仍然有很多值得期待的比赛,看点十足,看点屋,新女排重新启航,立约奥运会,之后中国女排进行了先老交替,随着汇入期,魏秋月等人的退役,刘晓彤,李莹莹等新人崛起,曾春泪,袁新月,龚翔宇等人挑起大梁,女排在亚洲范围内的主要对手还是韩国,日本,泰国等对,相信女排姑娘会一如既往, 得给我们败云机情与荣耀,看电视,乒乓球年轻一代全面抗日,王曼玉近几年日本乒乓球新人辈出,一张本志和大闹幼灾,品颜梅宇,一腾美成等的代表的年轻选手,对中国乒乓球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,而中国队的年轻选手也表现出色,林高原,王曼玉,陈姓彤和孙丽莎等年轻人, 在对阵日本选手的比赛中胜多不少,成功压制住了日本队的势头,本次亚运会中国派出了以新人为主的队伍,在这样的大赛中,能否继续实现国球荣耀值得期待,看点三,亚运男足能否支持韩国, 打破孙兴明免服兵役的美梦本次亚运会男足比赛,韩国派出了超强阵容,目前亚洲一哥孙兴明,也放弃英超比赛前来参赛,就是为了获得亚运会冠军而免除自己的兵役, 然而韩国队在小组赛中表现糟糕,除了大胜巴林外,意外输给马来西亚,一球,小胜基尔吉斯斯坦,都让外界对韩国夺挂的前景表示担忧,到底谁能拘棄韩国令人期待? 当然广大球迷更希望中国队可以完成这一目标,如果真是这样只有一种可能,就是两队同时闯进决赛,期待吧,看点二中日游泳对决谁更胜一筹流想打破世界纪录? 中日游泳一直是亚洲顶尖,从前三日的比赛也可以规见,全部以21枚金牌都被中日两国瓜分,目前中国以11比10的金牌数稍稍领先, 后年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,也希望中国队可以在森阳的带领下可以战胜日本,看点一,苏炳天,亚运百米,能否打破亚洲记录今年以苏炳天和谢震阶为首的中国短跑,运动员接累好近10秒大关,黄种人的速度极限不断被刷新,特别是苏炳天,今年已经两次跑出9秒9秒的平亚洲记录成绩, 这在之前根本不敢想象,苏炳天能否在大赛中继续刷新亚洲记录,让亚洲记录属于黄种人,而不是之前的观望黑人运动员?